反對的士加價 幾個的士司機聯會不滿的士商會建議 將市區的士起標價由20元加到22元 新界的士的起標價由16.5元加到19元 市區的士司機聯會主席關毓華說 近月言油價格已經回落 根本沒有加價的必要 我們也收到機電署的消息說將會減最少5元 我認為這次在油價方面來計 我們司機來說在走勢 我們也能承受到 也不需要商會方面來計去加價的問題 他又說根據過去經驗 加氣標費 最終司機和乘客都是沒有得益 代表建議案會越然有加價變動 引入可加可減機制 徵收燃油付加費 舒緩氣價油價上升 帶動營運成本上進的壓力 有市民認為這個做法可以接受 加了價一定會影響我易用 如果石油氣加價 車價有加的話 當石油氣減回的時候 它又會調整低一點 對所有人包括市民或司機都公平 聯會希望 立法會各自的士加價議案 否則不排除 考慮發動類似03年的士霸洗等行動 建議政府要全面諮詢業界和市民 對這次的士加價的意見